KK 妳最後決定要買什麼伴手禮 給妳朋友 還沒有想到 妳有什麼建議 怎麼可能 妳是吃貨 妳該不會是選擇太多 不知道買哪一個吧 這人生攻擊 我真的 我還不知道他想什麼 那我幫妳想想好了 太陽餅 下一個 鳳梨酥 牛軋糖 還是要喜歡喝茶 不然蜜芥呢 這幾個都不錯 我想說行李放他家 還是全買就好了 全買 真的是吃貨 該不會是因為妳每個都想買 所以才想吃吧 對 哪有 這樣講 我都已經把妳的心聲說出來 妳都直接講對了 拜託 我 不行 我想好了 乾脆買太陽餅 太陽餅好了 太陽餅OK 我台中原 我知道哪一家好吃 好 那就交給妳 太陽餅就交給妳負責了 好 沒問題 那 哪一天找我朋友 就29號 我想說 我們去西雅圖的前一天去 然後這樣剛好可以把行李 放到他們家 好 我賴小平 等我一下 好 這個時間點 她睡了嗎 還沒 對了 妳朋友去美國多久了 我想一下 她大學的時候去那邊 畢業之後就去工作 大概四 五年了吧 是 她做什麼的 她學醫藥的 她現在當藥師 她現在老公呢 是美國人嗎 對 而且是鄰居 金髮藍眼 而且帥到吊炸 對了 是說國外打招呼 是不是都要擁抱 他們打招呼是比較熱情一點 那種幼幼去個浪那種 是 我們到時候跟她老公見面的話 是要怎麼打招呼 不然我們還是問一下 旅遊小幫手好了 妳是否也有和KK他們 一樣的困擾呢 畢竟身為李姨之邦的我們 總是不想要失禮 畢竟李多仁不怪嘛 但是你知道 如果沒有是當地的文化習慣 以及當時的具體情況 而隨便親吻他人 或者是擁抱他人 那就小心會變成 李多仁超怪喔 那我們跟外國人 在打招呼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美感 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這邊分享了三個 情情抱抱三原則喔 第一個是握手試探 在正式重要的場合 和出事見面的人打招呼 但是你卻不知道到底要抱 還是要親的時候呢 這時候握手是百分之百 不會出錯的開場白喔 千萬不要以為 西方人都非常的熱情 張開你的雙臂 想要跟對方擁抱 結果如果對方不回抱你的話 真的會直接想找地中磚了 第二個是我們的擁抱 先從左再自右 跟稍微有一點交情 比方說是朋友的朋友 或者是同事在打招呼的時候呢 可以輕輕地擁抱對方一下 但是要記得擁抱對方 可不是叫你 直接跌入對方的懷中喔 而是要記得從你的左手邊過去 再往你的右手邊過去 這樣子擁抱彼此喔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親親啦 通常在跟很久沒見面的朋友 打招呼的時候 除了擁抱之外 我們還會增加一個親吻的 什麼是真的親吻呢 它不是真正的親鼻詞喔 而是兩個人 臉頰對臉頰 在臉頰的地方碰一下 然後嘴巴發出一個 嘖的聲音 這樣子就可以囉 記得喔 不管在什麼時候 跟人家打招呼的時候 一定要 Look before your lip 先搞清楚 再做擁抱的動作 免得發生像Emma Stone 在2017年金球獎的時候 那種尷尬的 頭懷要送抱人家 結果人家居然不回抱他 這種尷尬的窘境喔